警方破门而入 赫林嫌犯趴下不准动 随后搜索 发现枝叶生长茂密 宛如一片森林的大麻猪 刑事局日前接获勤之 从事板膜零食工的消性嫌犯 涉嫌栽种恶景毒品大麻 于是组成专案小组调查 经过密集跟间收正 终于在桃园 嫌犯住处查获市价约560万元的 112株大麻子株 大麻烟草及栽种设备弹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接获检举 检举说有民众在自家 自己来种植大麻 本案我们大概经过了 两个月到四个月的一个查期 以及溯源 我们最后在桃园的阳梅区 我们查获到了一个消性犯嫌 在自家自学 然后买了种子 种植大麻 经过检察官跟法官合法的拘票及搜索票 我们在该处处查获了112株的大麻 以及相关大麻的一些产品 以及相关的植物生长根 以及栽种的工具 以及不法赃款 这个案子我们调查发现 这个犯嫌是绍网自己去学习 种植大麻的技术 以牵插法来加速大麻的一个种植 嫌犯共称大麻种子是向有人取得 自行私用没有贩售 不过警方怀疑人有共犯 持续追查中 并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经过检察官升押后 嫌犯也被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